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105集 夏小兰的防寒服和鸭绒服在极具降温的商都,艰难地打开了市场 她和李凤梅把剩下的衣服销售一空,口碑都是一传十十传百的 等着要买鸭绒服的人,就要动手抢夏小兰两人身上穿着的样衣 开玩笑,这天气把身上的衣服卖了,能冻死人呢 夏小兰这钱串子都不肯卖 李凤梅够狠,从家里面把棉袄包了 让买衣服的人等着,真的把穿在身上热乎乎的鸭绒服卖了出去 得,舅妈都卖了,当外甥女儿的,敢不卖 连打板的样衣都卖掉,再来的人拿着钱都买不到货 最快也要三天 你说先给定金 这些人傻胆子啊,敢给路边摊的个体户交定金 虽然只给五块十块的,夏小兰连个固定店面都没有 这些人真是心大 她居然陆陆续续收了有十几个人的定金 夏小兰只能每个人写个定金收据,又把于奶奶家地址留下 她的摊位本来就不固定,怕货进回来,这些人满城找 干脆让他们上门取货 男款的防寒服卖得好,女款的鸭绒服卖得好 女顾客不是很喜欢防寒服的厚尼龙外层面料 男人们觉得防寒服的款式更大气 她本来就是登山服,穿上身方便活动,很契合男顾客的要求 夏小兰匆匆到安庆县衣中露了一面,就再次南下 她这次去学校是领卷子回家做的 老师为啥喜欢她呢? 除了成绩好,夏小兰还特别会办事 她没事的时候,就跑去商都衣中门口蹲守 这是省城升学率最好的高中 蹲守啥呢?花钱向省重点的英介生买试卷集 可能是她长得漂亮,再者给钱也大方 帮忙多印两份试卷集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商都衣中整理出来的理科秘卷都被她拿到 夏小兰自己做了一套,还有一套送给了年级组的老汪 老汪几乎感动得眼泪汪汪啊 你自己花钱印的? 商都衣中才不会资源共享呢 玉南省的每个学校在高考中都是竞争关系 省重点的特级教师安庆衣中也比不了 同样是压题,同样是对高考的分析 商都衣中起码甩小小的安庆衣中好几个等级 商都衣中的这些秘卷就真的是秘卷 反正老汪他们这些其他学校的老师是搞不到的 学生把卷子印给夏小兰 还是对他警惕心太低 也没想到他自己花钱买的试卷居然会大公无私交给学校 再大方的学生在高考上绝对会藏私 高考的录取线不是一成不变 难道每年都同样的分数? 不 试看每年全国所有大学会在玉南省招多少人 根据这个来划线 一套省重点的习题秘卷 对线重点的学生来说只要认真做了 高考中提高的分值难以估计 但提高平均分十分是跑不掉的吧 安庆县衣中的英界考生和复读生有几百个 每个都提高十分 不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竞争对手吗? 在改变命运的机会面前 人都会展现出自私的一面 夏小兰不是大工无私 她就是觉得安庆县衣中的考生是否提高成绩 并不影响她的高考结果 她现在已经进年级前十了 安庆县衣中能和她竞争的考生就那么几个 她的计划是考到五百五十分以上 能更从容地挑选心仪学府 五百五十分可能不会上华清和京大 但录取的学校肯定比京城师范学院好 她哪怕念不成华清和京大 念个京师大 夏紫玉估计都要呕死 夏小兰的人生 当然不仅是要和夏紫玉死磕斗气 但她发誓要替原主讨公道 起码不能让夏家的金凤凰 日子过得太惬意吧 夏小兰既要抓住这重生的机会 过得比上辈子好 又能顺手把原主的仇报了 一举两得的事 她为啥不干 目标是五百五十分 现衣中的这些人 基本上都不是她的竞争对手 他们提高一二十分 并不影响大局 看老汪感动的那个样子 夏小兰觉得 自己把伤都衣中搞来的秘卷拿出来 真是太对了 获得学校的好感 她能少很多麻烦 安安生生参加明年的高考 才是夏小兰的需求 老汪坚决要让学校 把夏小兰买秘卷的钱报销了 钱没多少 经费还是需要申请的 结果夏小兰就见到了 学校的大领导 孙校长跑来表扬了她一通 让她只管放心学习 学校会尽量替她解决生活困难 孙校长不是说着玩玩 她让财务处把夏小兰之前交的学费 退给了她 有困难就要说出来 好好学习 你是个品德高尚的好学生 你唐姐夏子玉也很优秀 你们那要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 好吧 前面的话听着挺舒服 可学夏子玉这点 她并不感兴趣 老汪和孙校长都认为她很贫穷 殊不知年仅18岁的农村女学生已经快成万元户了 尽管她赚的钱里有40%属于舅舅家 但她个人总资产突破1万元也是必然趋势 夏小兰是真不好意思要退回来的学费 她为了不在学校里惹麻烦 时髦的格子毛泥短外套 她没穿 嫩黄色的鸭绒服 更是穿在身上都被人给买走了 她现在身上穿着的棉袄 虽然没有补丁 手肘领口的地方 却也洗得褪色 就这样还自掏腰包 买来省重点的秘卷 难怪老汪要感动 孙校长也觉得 她家庭条件不好 品德却上家 孙校长 这学费我不能要 您把它给更需要的学生吧 夏小兰丢下这句话 几乎是落荒而逃 半晌后 孙校长重重叹了一口气 唉 和她堂姐一样 自尊心很强啊 现一中把秘卷游印好了 虽然是理科生的习题集 与树英这三科 是文理科通考的 文科生也能用到 老师们把卷子发下去时 就说这是商都一中的内部卷 学生们自然会珍惜 夏小兰所在的班级 老汪直接就提了夏小兰的名字 把她的大公无私狠狠表扬了一番 这个班知道了 等于全年级都知道了 夏小兰来过学校没几次 平时也不跟着一起上课 却很有名气 学生们都传 她和陈庆是一对 陈庆解释 他们也不听 谁叫夏小兰只和陈庆来往呢 也就是夏小兰在学校出现的少 每次都是惊鸿一瞥 加上考生们都被高考大山死死压着 才没有闹出啥表白追求事件 听说卷子是夏小兰拿到的 班上的人都对着陈庆笑 陈庆一再解释 她和夏小兰只是同村老乡 奈何别人都不信呢 此时此刻 她是又着急又有种说不出的窃喜 小兰能轻易把秘卷公开 可见她的品格高尚 而在这大公无私中 她又给了自己单独的英语学习方法 是不是说明自己在她心目中地位不一样呢 陈庆拿着发下来的秘卷 臭臭的油墨味 仿佛也沾着夏小兰的气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